北京时间8月10日,昨天结束的U18南兰亚青赛,中国南兰最终90比85淘汰韩国队,送对手回家。 全场,有姚明接班人之称,目前的NCAA三星球员王全泽,砍下20分,23板6个助攻,堪称赢球的最大功臣。 然而在比赛最后时刻,这位南兰的赢球功臣,却遭到了对手的辱骂和挑衅。 当时比赛临近结束,王全泽和中国队已经不准备打了,此时站在他身边的韩国后类普武兵,却突然对着王全泽开骂了,甚至光看嘴型就知道,普武兵骂的是什么,这就是典型的输不起了。 本场韩国队除了李贤珍之外,连一个得分上双的都没有,这个后卫却开始骂人。 不仅如此,比赛结束后当中国队开始庆祝的时候,韩国队仍然不依不饶,还想上去打架,当时才怕联盟阻止了他们的行为,边才也走了上来。 甚至还有韩国队员手指中国队挑衅,三名裁判赶紧都上来劝他们冷静,输了比赛挑衅骂人还想惹事,韩国人的风度荡然无存,NXZ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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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